Rainbow Wave Showroom 我們現在要前往Rainbow Wave Showroom 我們要去看一個台灣的設計師叫Peter Wu 從之後就是有大型的走秀 那也有所謂的Presentation 他不是走秀 他是在一個Showroom舉辦的一個展示會 左邊這邊就是Rainbow Wave Showroom 非常多人在裡面 所以趕快進去打個招呼 我現在跟Peter Wu在這邊 後面這整個區域就是他最新的collection 所以我們來聽聽看Peter Wu 你這一季的靈感是來自 洛杉磯的社群的作品 那我非常喜歡他這個系列的 很清晨很清的寧靜 可能帶點小心感 是有點是青苔類的texture 去搭配一些比較機能感的東西 我一直很喜歡Peter的東西 是因為有一些些那種軍裝的元素 但是整體看上是非常極簡 對 因為我自己需要這些東西 因為我覺得現在三十幾歲以上的男生 有時候你的訴求因為上班自己創業 你時間方面很多事情一起在發生 所以你事實上需要的衣服 不是在外在很華麗的 而是有點像是一個uniform 我剛剛稍微晃了整個collection 挑了幾件我自己比較喜歡的 異材質拼接 這個部分是針織搭配上防水皮 它的每一個detail 比如說拉鍊或者是縫線 都增加這個整件的豐富度 所以真的是非常低調那一面的一個piece 這件大家應該要感受一下它的重量 它非常非常輕 可不可以recommend一些就是我可以帶我進去的 一些的 哦 nice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good seeing you 好餓 我們晚上要吃火 吃麻辣 你知道我們沒吃中午餐嗎 我有吃大概三根薯條 三根薯條 我一根薯條都沒吃到 好我們現在好像是要去一家Pieterhood推薦的 越南春捲類的東西 聽起來蠻好吃的 看到了 它好像是叫做Rose 這家叫Rose春捲 然後我點的是素的 然後蘸這個應該是醋 因為我覺得很好吃耶 嗯 很好吃嗎 真的嗎 然後去Pieter最常去的一家咖啡廳 在他的studio附近 那你有剛好跟大家說這件是他推薦的嗎 嗯 這件是他推薦的 因為我覺得很好吃 時差多嚴重 我好像一秒可以躺在路邊睡著 By the way 法國巴黎現在在罷工 所以所有的地鐵不能使用 所以路上非常的塞 很妙的食物 我現在非常需要 因為時差 已經快睡著了 義大利的咖啡室比較好 但這家也不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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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 好